請問一下 鄭立委從頭到尾講了什麼叛國的言論 沒有啊 那大家可能都會認為說 這是蘇貞昌 他容易易怒 說實在 我看這件事情 我認為蘇貞昌是一個政治算計的老狐狸 大家去還原那整個的質詢 因為鄭立委一直在講的 就是一直在問說 我們要不要去購買 要不要發展核動力潛艦 那從頭到尾 蘇貞昌不正面回答他 他就連續的六七十說 那你要投降嗎 你要投降嗎 就像剛剛講說 我們要不要去發展一個核動力潛艦 我們要不要去買一個軍備 但是行政院長不正面回答你 Yes or no 或者說你的評估是什麼 你要投降嗎 你要投降嗎 後來鄭立委才會很生氣說 第一個投降的是蔡英文 第二個投降是你 沒有 第一投降是你 第二是蔡英文 後來他就說 哎呀 不會下面那不要臉 然後接下來給你咕嚕一講 一再的羞辱 我認為啊 蘇貞昌這個老狐狸是幹什麼 他是要轉移焦點 大家記不記得 以前他跟那個謝長廷吵的時候 他就說 長廷兄啊 轉移焦點喔 也不能夠移轉這個什麼事實 然後這次他用這種方式 要移轉什麼樣焦點呢 移轉他無能的焦點嘛 你想想看 不管是3加11 疫情的採購 我們代表一下像BNT 現在的到貨量 郭台銘都跟大家講了 報告說 現在整個到貨量非常正常 而超前 請問一下呢 我們政府的疫苗 到現在莫德納還是很不正常啊 我們的紓困 我們的五倍券 亂七八糟 還有我們的能源的問題 我們現在什麼綠能發電的比例 根本都遠遠的落後 都已經跳票了 這麼多的問題都是你無能啊 所以他現在呢 就讓你們吵 吵完了之後 他就把這個所有的這些焦點 移轉成都是政治口水 而移轉他自己無能的焦點 那另外 他後來又在面議政辭言說 我是憤而抵抗什麼叛徒 你如果說認為說什麼 詹立文什麼是背叛中華民國 莫名其妙 詹立文哪有背叛中華民國 他作為一個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他在執行他的權力 他背叛誰 他們當然是講這個詹立文過去是民進黨 所以他在規則帶風向 說以前你讓我幫你什麼 幫你助選啦 拉著你的手啊 丟臉 接下來1450網軍 綠色的網軍 就開始的大舉把立文過去 在民進黨裡面包含當時什麼 這個蘇貞昌幫他競選啦 包含他當時在這個學生時代 那個他的他的也也也史 羅志正 我直接直接點名羅志正 因為我昨天到他的那個臉書貼文 然後他就說這個鄭立文啊過去啊 在有台獨的這個言論 然後現在呢又是怎麼樣 我就貼給那個羅志正啦 蔡英文 蔡英文是羅志正的組織吧 大家都說羅志正是英系嘛 蔡英文以前他在背叛的時候 他講過說我是中國人 因為我讀中國書長大的 他當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他也這個都是政策答詢喔 立法院裡面公佈喔 蔡英文是唯一的選擇 所以你今天拿成鄭立文 他在學生時代年輕時代的事情 然後來攻擊鄭立文說他是叛徒 他判了誰啊 他判了誰啊 鄭立文就說離開民進黨剛剛好啊 你們現在有你們過去的理想嗎 你們奪到政權之後 你們做的是什麼事情嗎 你們可以這樣up嗎 剛剛講說今天很多的女性去支持他 我昨天我今天又到 今天早上我到立法院 我沒有講話 我的感覺就是 我是一個唯有三個女兒的母親 我要去支持鄭立文 今天請問一下 蘇貞昌你有女兒嗎 對不對 你有孫女嗎 如果你自己的女兒 你自己的孫女 在外面被人家講說 別更小不要臉 你做何敢想啊 你會不會覺得 你想過去殺他一巴掌啊 到底什麼事情 怎麼可以這樣的 而且你還是公然的侮辱女性 公然的侮辱女性的國會議員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